字幕组 大家早上好 今天过来修一个开放式的那个 一个放饮料的一个一个 一个出厂柜吧 然后就是开放式的 然后呢 他说是刚开始温度到了之后不起来 现在的话又是 哎你好 那个车 这个车是刚买的 你的车刚买的 没有 没有啊 好几年了 真的啊 OK OK 我过去 过去看一下 现在是温度还没到呢 它就停了是吗 温度到了之后 然后就不起来 好像就是不正常嘛 有的时候就是 那个烟酥鱼就起动 有的时候 可能是现在刚查上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是现在是69.9 哦 现在开始降了 69.8 看 来看一下 这里面一个温度 69.8 这种有可能是那个啥啊 这个这个是只是显示的 这个对那个只是只是显示 这是风是从这出来的 下面 嗯 下面应该是从后面 应该是从后面 这种设计 一般都设计 然后这样的话 它有一个头外出来之后 它叫 air curtain 然后就是再高一点 然后它直接那个风 这样斜着吹出来 你对对对 这样的话 它就等于形成一个 一个空气帘子 这样能保持着里面温度 它这 它这边大部分都暴露在外面 这很浪费电 这特宝艾尔的 特宝艾尔的 特宝艾尔的 这是290的浮零 然后我们看一下 67.6 OK 看它什么时候停 停下来之后 然后看它起不起来 OK 刚才那个 刚才到37度5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 那个压缩机停了 压缩机停了 然后呢 那个风扇还是在转的 原来 它告诉我是 外面风扇不转 就是 我当时问他 就是外面这个风扇 转不转 他说 他说不转 其实是转的 也就是说呢 它温度还没有到的时候 然后压缩机就停了 但是呢 那个 那个冷凝器的 那个风扇还一直在转 就是condenser那个 罐一直在转 然后因为这两个的话 是病人的 所以呢 那个转 这个压缩机必须在转 但是呢 这个压缩机 他刚才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之后呢 然后现在又开始转了 现在又开始转了 刚才30 刚 他说的 我我还没看 他说是调到 37 35 他说35 他说35 但是刚才是37.5 他就停了 哎 你看 你看又停了 现在我再去看一下 我我我怀疑是 说的是37.5 我来我来看一下 刚才他看了一下 他说42 42就停了 41.9 41.9就停了 也就是说那个风扇 风扇在转 但是呢 压缩机停了 现在给他打开 这个我刚看了一下 从前面拉出来了 从前面给他拉出来 看起来 应该是 启动压缩机的那部分有问题 可以 我再从前面拉出来了 拉出来之后 然后把这边打开了 刚才我我再拉出来之后呢 我车了一下那个那个 那个温宫器呢 温宫器那儿呢 然后这边停下来的时候有电 也就是说呢 在那个 温宫器的那个 温宫器的这个上面 啊 这个上面是 但是3和5都是控制压缩机的 但是呢 那5没有用 看这 5没有用 但是从那个白线这边是675 5没有用 然后红线那个3 3是压缩机 我刚才在他压缩机停下来的时候呢 两楼下那个白线和那个红线之间有电 但是呢 压缩机没有转 然后呢 我从这边往这捋 捋的话 一般的话就是那个主电过来 过到那个温宫器上来 从温宫器上 直接在在有电再到这边来 再调 再到这边那个 启动压缩机这边来 然后呢 但是呢 那 你那仔细看一下没有 他多了一个这个盒子 我一般 一般都没有这个盒子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是什么 因为他这边靠着墙 我那边打不开 不然的话 我直接从那盒子那 就 就那个啥 就测了 然后呢 我 我现在把他这个 我启动压缩机的这边 普通手锥内这边给他打开了 然后呢 我就直接量这个黑线和这个白线中间 如果现在压缩机正在转 然后上面有电 当压缩机停下来的时候 我再来测一下 再来测一下 如果是这没有电了 然后呢 也就是说是这个里面 然后 然后哪个东西 然后控制他 然后有问题 如果是这还是有电 然后呢 压缩机停了 那就是从这边到压缩机这一部分 然后压缩机的那这个 这个上面 我刚才是在打打不开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扣上的 一般的话都是从旁边 你一撬 一样子就起来了 他这个怎么都打不开 所以呢 我把这边 potential relay这边给他打开了 然后呢 现在等压缩机再停 也就是压缩机停 这个风机再转 然后那个时候我来测一下 我来测一下 这 红线和黑线 就是 就是那个四合五 四合五 就是这个是potential relay 这个是f2one的一个potential relay 然后呢 稍微等一会 等压缩机停了之后 现在降到 四十五度了 四十五度了 四十六度 OK 所以等下 哦 停了 停了 OK 停了 现在四十五度的就停了 OK 我来量一下 现在这个风机还在转 但是压缩机停了 我们来量一下四合五 哎 四合五没有电了 看到没有 所以呢 这这就说明 是这个里面的问题 这个里面的问题 也就是他没有给他电送过来 你看 刚刚他运转的时候 这是一百二十伏电 现在的话 你看 还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里面什么东西坏了 然后呢 然后你看 现在这边 我再 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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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三 六合三是有电的 我来确定 确认一下 六合三 红线 看 六合三是有电的 所以呢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有问题 你看 然后从这 然后送过来 那个主电也到那送过来 也应该是这个 哇 这个靠近墙 OK 把它拿来 你把我电 你把我那个关掉一下 对对对吧 把它把它拔掉 拔掉之后呢 然后呢 我把这个盒子取下来 好 谢谢 谢谢 一般的话 都没有这个东西的 一般这种 那么简单的 这种 都没有这种东西的 里面 可能是个第一次 timer 还是什么东西 一般第一次 timer 他这儿都可以控制 这种小温控器 小那个 温控器都可以控制 然后呢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然后呢 我把这边打开 看一下 是里面什么东西 这种小东西 搞那么复杂 是 OK 然后我这边找到一下 这边是一个电磁开关 这个电磁开关 这是120伏的 开关 然后来控制 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颜色机的 这个neutral和HUD 同时接通 和同时关上 你看这是 然后 这个和这个 和这个和这个 就白的和白的 黑的和黑的 然后呢 你看 这个 它和一般的那个 这个温控器不一样 这边是 虽然是120伏的来控制 它不是直接来控制压缩机 不是直接给压缩机 它是一个信号电 你看 这个是红的 红的是压缩机 我刚才捋过来 捋过来之后 你看 捋到电磁开关的这个 信号电这边来了 然后呢 你看 你看 信号电这边来之后呢 也就是说 它必须形成一个回路 形成一个回路之后呢 然后呢 它才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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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机才转 你看 刚才 刚才我 它转的过程中 然后呢 我把它拔掉了 拔掉之后 也就是没有回路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中间 现在这个信号电 你看 这个120伏还有 这个120伏 一直有 然后呢 也就是一直是通的 就是刚才那个压缩机 断掉之后呢 然后呢 这个红的上面 还是有这个120伏电 看 然后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回来 然后通过这里面一个线圈吗 电视线圈 然后过去 然后呢 也就是说这边 然后呢 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一个线 然后呢 这个线让它通到里面去了 我刚看了一下 通到这个机器里面去了 这个线 是哪儿把信号电 它给它给断掉了 也就是把这个线上的 那个那个电给断掉了 所以我 我现在要捋一下 现在要捋 你看 我 我现在给它 给它直接插上 给它接通 然后呢 这个压缩机就会转 你看啊 听一下 看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这根线上 这根线上 我要捋 我要捋过去 捋过去之后呢 你看 从它上去了 我要捋 然后这根线上的 然后什么东西 然后坏掉了 就温度还没到呢 然后他就把电断掉了 这是个信号电 这个温空气控制的是 现在是一个信号电 而不是压缩机的主电 它主电它是信号电 用这个电子开关 控制这个 这个是120伏的那个锐类 一个这个电子开关 然后呢 我现在要打在打在里面 或者是怎么办呢 或者是 就是那个 把把这个牛车电 把这个直接和这个和这个牛车 直接连在一块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等于它温度到了之后 他把这个 这个电关掉 等于他把这个电关掉 也就是这个锐类 就是这个温空气 不给他这个这个信号电 就从这儿不给他信号电 OK 然后就是 就是不再给他那个打开里面 不然他现在要打开里面 我给他打开里面看一下吧 正好学习一下 正好学习啊 我看他里面放了个什么玩意 他来控制着这个信号电 控制这个电 我们把里面打开 把这边拿来都给他推进去 OK我刚把上面打开 你看 我一打开这边 我又我知道了 你看 这是一个温空气 这是一个调温度的 哎 这上面还应该有一个盖子才对 没有盖子 你 你 你原来自己打开过 原来没有盖子 我就昨天我这 我昨天我那关了 然后打开过 就这样打开 我就看一下这边还有个盖子 不知道这是什么 哇 你看 他这个设计太超战了 很迷惑人 他那个是个温空气 刚才那个电子的 电子温空气 他里面又放了个温空气 你看 又放了个机械式的温空气 你看到没有 哇 早知我打开这 这个机械式的温空气 把这调一下就行了 把这调一下 这个是那个 和那个 和那个电子的温空气 和那个刚才那个 看电子温空气 和串联在一块的 你看多操担 哇 因为他那个电路图 电路图画的特别简单 他那个电路图 我等会 时间两天 我等 等会让大家看一下 那个电路图 他没有显示 这个 他里面还有个温空气 然后串联呀 并联呀 然后什么的 哇 他没有 哇 画的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哦 这 这这 哦 这这 你看这 哦 我刚才拍了一下 这个画的很简单 很简单 你看 哇 虽然很操带的 然后呢 早知道下面根本完全不用打开 直接把这个调一下就行了 把这个调一下 你看 他那个温空气上 虽然虽然设置是35度停 但是呢 这还一个空温空气来控制 哇 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修这种 正好修点东西 哇 这台操的 这是290的福利啊 你看 但是呢 他这个设计也挺好的 这个啊 你把这个温空气 不是把这个温空气 你看 他这个风扇是往上吹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可以 你看 他这有一个 有一个你可以把它打起来 但是呢 你看他都是 他不是不锈钢的 你看 对这生锈 生的特别厉害了 这才几年 没有几年啊 才才四年 你看生锈生的特别厉害 他都不用 不用那个不锈钢的 我刚才查了一下 因为我刚才想在 网上查一下他这个电路图 因为他的电路图太简单了 然后我刚才把那个model number一输进去 这个烂东西 还七八千块钱 哇 卖的七千多块 七千多块钱 一个东西 七千多块钱 哇 他是 你用这种 他都 下面都都不用 那个不锈钢的 然后你看 这都生锈生的多厉害 这些 这场景就是 能赚钱就赚钱 你看 这生锈 这边上这 这都是生锈 这生锈生的 这是那个290的福利 然后 我还想设计个设计这个这个抓码柜这种冰箱的 我看一下他这个是怎么设计的 他这个下面那个什么东西 他里面是那个里边不是这个口 你看 里边不是这个口 他放那了 然后呢 所以呢 他这中间应该放一个那个什么玩意 你看生锈生的 他中间应该放一个 你看 他那个砖 它是从那 然后呢 这个的话 这个 他就死死的就贴在这个上面 所以呢 这个冷凝水下来之后 你看生锈生的多厉害 他应该把它直起来 然后这个中间有个空间 那个水直接就走掉 他走不掉的话 水一直在这 你看 你看生锈生的多厉害 这个生的非常厉害 这个设计有问题 所以你不要认为那些阴质 那些阴质腻 他对 他都那个脑都好用 他他他有些设计一些小的细节 他他考虑的那个步骤 像这种的话 他们应该回收回去几个看一下 过上几年 你看生锈生的特别厉害 我知道 这是一个温风器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机械式的温风器 那个 那个电 刚才那个电 就是机械式的温风器来控制的 然后我把它调下去 把这调一下 我看 但是上面也没给个 那个按钮 一个按钮 你可以调一下这个温度 知道哪边到哪边小 我把这个调一下 应该试一下 应该就这个原因 看这个电 刚才我我把它调了一下 然后超冷的这边 一般的话 就是顺时针是越来越冷 调了一下之后呢 然后 那还是不行 刚才到50度就就停了 到50度就停了 所以呢 这这灯坏了 坏了之后 我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呢 我凉了一下这个 这个是是open的 就是不是接通的 像这个温度的话 因为温度还没到呢 它应该是接通的才对 结果它是 它是open的 所以呢 我现在给它换一个 这个就好了 或者是 你就让那个 让那个电子的温控器来起作用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和这个 直接接一个 那个直接给它接通就行了 用个 用个那个fuse直接接通 就是不需要这个的话 但是呢 它既然有 既然这封了一个 所以呢 我就给它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这种 再换一个其他的 然后现在的我 你看一下 它是整个插进去 插到后面的 所以这个缝还不好放 好了 换一个新的 快换了一个新的 换了一个新的 我们试一下 看 现在 你弄之后 它马上就开 你记不记得刚才 也要停上一会 也盖上这 它这有个洞 它专门让你抠起来的 OK 我们等一会 也要这次应该关节